徐老师 我现在是台湾系日报记者 徐世忠 也是正大地震系人的学弟 我听完你的演讲 老师说心里是很沉重 只是我觉得 我在现场看到 我68年入学的时候 我的音老师 演习主任音老师 也看到很多 我们地震的长官方 我只是觉得说 这么多的地震的老师精英都在这 我只是觉得说 我听我们徐教授这样讲 我都很怕你得忧郁症 那我只是这样幻想 前阵子有个广告 有个阿嬷 好像一个中介公司 要帮他卖房子 他不想卖 躺在医院里还说 不要 结果那个广告后面 那个中介公司的人 帮他找了个新房子 把他所有的家具都搬过去 阿嬷进房间进去 他说 这是我的家 我是比较乐观主义啦 我是想说 如果我们这个民主国家 一直陷入这样的状态 连我们的教授学者 很多资深的老师 教授学者 还有我们在座 有这么多的地震精英 我们的长官 我们地震界的好朋友 都不把他解决 那不是很可怜吗 所以我是比较乐观 我想用这个广告 有没有可能说 我们在征收这一个部分 能够做得有点 靠近这个广告的感觉 让这些被征收的民众 有一个 像刚刚徐老师讲说 我说嘛 帮他能够有一个 比较完整的安置 这样是不是可以 比较像这个政治学最大的原则 叫冲突护挟进步 找到一个好的方式 谢谢 那我想我就先简单回答 征收应该是很少 当我们要求我们内政部 一定要在土地征收计划 陕一阶段 一定要加入定组会的时候 我们内政部的长官 汪汪汪说 土地征收建筑那么多 我们没有能力这么做 所以他都假设前理中 我们建筑会很多 其实这个假设是错的 不应该那么多 土地征收建筑一定很少 我在四年前 我在担任系组院的时候 我们邀请了两个德州教授 在台湾的法规 巴巴利亚汪 我就问他这方面的问题 他说巴巴利亚汪 虽然还有土地征收相关的法规 但基本上都不用 基本上都不用 所以我们都用别的办法 来取得土地 我们用协议的方式 我们用换地的方式 所以我们一直想说 土地储备制度 其实跟英国 跟德国有很大的关系 戴秀秀老师今天没有来 西藏年轻的 这个人用途义法的学者 他说德国开了一条几百公里的高速公路 没有动用到 各位可以请教他 所以他跟我这么讲会吓得一跳 戴老师 他公开讲的话 几百公里的高速公路 没有动用到一个收收 他们大部分都用重化 用换地 平常政府就建立起 所谓的土地储备制度 英文叫land banking 所以征收其实应该是天大地大的事情 我们一直没有这个观念 我在美国住了那么久 总共住了九年 在我的生活周遭 从来没有发出过一件 真正的中手的案例 我所认识的中手都是从课本上来的 所以在生活的周遭 没有发生过 这样的中手 所以就是很少 有点少 所以我们首先 我再来回答这个问题 我的学弟 这个问题的时候 这么优秀的学弟也好久不见了 我们一定要先有个概念 这个时候一定要是很少 老师你不能得忧郁症 你要加高 好 谢谢 那征收很少 陈立伍老师也跟我讲一个例子 我们常卫山都庚 我们会到日本东京去看六本木之丘 对不对 我已经去看过两次了 六本木之丘总共他都庚 他的产权当初也贪了很久 他总共开发总共花贵几年 17年 14年以来协调 对 陈立伍老师讲的 14年半都是在协调 真正硬底建设是最后的两个半 所以我们有没有那个协调沟通呢 我们没有 我们突然之间 我们就定个政策 就定个计划 我们不知道这个计划会不会像 刚刚所讲的 我们的主持人刚刚讲的 会不会未来会不会变成蚊子管 我们还没有说蚊子计划 我们有太多蚊子计划 不是吗 我们现在都市计划 我们的预估人口数 跟实际区人口数 各位知道差多少吗 去年7月4号 监察院的求诊案 相差是768万人 也就是我们都市计划都不要变更 不要扩大 也不要新定 我们就可以再容纳768万人 今年6月4号再次提出纠正 今年数字稍微少一点 但是也少不了太多 今年是644万 所以你说我控务率高不高 靠啊 你看刚刚秀的照片 大土的照片 其实都 还有很多地方 其实都是都市计划区 其实都是荒草漫漫的 最可笑的那个 虎伟的那个高铁特定区 结果高铁特定区里面 一直摆在那边没开发 对吧 在高铁特定区里面 他重新务农 重新种植农作物 为什么 我们现在是这个样子在做 所以 所以啊 这个其实是一个很荒谬的一个事情 所以我们要多沟通 多协商 这么说一定是最后最后破不得已的手段 我们一定要有这样的概念 但是我们没有 我们政府就上面交代 那上面啊又受什么压力 一定是财团的压力嘛 所以我们就变成 我们就变成工具 我们变成是财团的工具 现在我们政府的正当性 合理性很有危机啊 还有问题 因为我们这个政府的正当性 越来越薄弱 它就变成一个工具啊 抱歉 这是我的一个观点 我们要这样回答 希望我满意 谢谢 还没有其他的 要跟徐老师请示 怎么样 其实在座里有些 李老师你等一下 老师你错了 错了啊